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宏老师 那么我今天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有关于一些元宇宙的一些概念 那我们讲现在这个元宇宙 是当今的一个热门的话题 我们讲现在的元宇宙 它是利用我们科技的手段 来进行联系和创造 来实现我们世界相互交换的一个虚拟世界 它具备着我们整个社会体系的 一个数学的一个生活空间 那么我在长期的中医的一些学习 教学一些研究过程中 我认为我们元宇宙的虚拟世界 其实正是我们中医所讲的五行空间 那么我们五行学说认为 我们宇宙间一切事物都是由物佛土金水 这五种物质所构成 我们自然界各种事物和现象的发生变化 其实都是有这五种物质 不断运动和相互作用的一个结果 包括我们讲的宇宙间 它的千变万化 它的虚无缥缈 其实这些都是五行天地运动之中 天地运动之中 所以我们现代元宇宙的概念 与我们五行有着密切的关系 我们现代元宇宙它是运用什么呢 运用高科技一些数字化的手段 来研引我们古代五行的大前世界 所以我说现代元宇宙 是我们古代五行的一个延伸和发展 那么我们自然界的一些事物和现象 它都是按照五行的性质和特点 我们把它归纳为木火土金水 这五个系统 每一个系统 它存在着一定的相生相克 自化的一种内在联系 那么这种错综复杂的这种关系 我们没有办法触摸得到 但是它有客观地存在着 我们的事物和现象之处 它犹如我们元宇宙复杂的网络空间状态 那么我们五行呢 比如说我们通过火 我们可以引申出武藏的心 由心又能够引申到大脑 由大脑呢 我们又能够引申到网络 由网络我们又可以引申到互联网 通过火呢 我们又能够引申到火药 通过火药 我们又能够引申到火箭 通过火箭呢 我们又能够引申到航天器 那么我们讲 其实这个关系 是非常挫重复杂的 也就是说 我们可以通过五行的相互关联 联想到金属的冶炼 能源的消耗 地球的暖化 所以这样讲 我们整个五行系统 它实际上 其实就确定了 我们人和自然的一个对应关系 我们讲 人在天中 天在人中 天人相应 天人合一 我们可以在五行的框架里面 来建立我们五行的辩证模式 来搭建我们五行生态环境 和五行养生的体系 你比如说 当我们一个人心情抑郁的时候 我们实际上就可以在原宇宙这个虚拟的环境空间里面 我们可以在空中傲翔 我们可以丛林探险 我们可以进行死亡的体验 另外我们也可以拳击博弈 也可以浮行隐私 也可以对酒当歌 所以我们可以让我们沉浸在原宇宙的这个虚拟世界里面 使我们人的身心得到疗愈 这种多元化的一种沉浸感 它能够实现和弥补我们古代五行的不足和限制 因为五行没这种条件 那么我们通过现在的我们讲的原宇宙这个概念 我们在这个虚拟的世界里面 我们都能够得到实现 另外的话 我们讲我们这种原宇宙实际上 它是平行于我们现实世界的一个什么 一个虚拟空间 它的载体和它的物质基础 正是我们五行 照相学说神魂的体验 因为我们五行在讲五神的时候 我们特别讲究了心和魂之间的关系 那么我们的神其实是在现实的空间 而我们的魂恰恰就是在这个虚拟的世界 魂是藏在我们人体内 它可以离开我们的肉体 而独立存在的这么一个精神 所以我们讲 魂实际上是原宇宙的一种载体和物质基础 原宇宙它运用的这种高科技手段和成果 使我们人体之魂 那么在虚拟的世界得到落实 这是我对于中医神跟魂之间的关系 实际上是一点体会 所以我们讲 我们在原宇宙这个虚拟的世界里面 可以在里面生活 社交工作 那么我们讲我们原宇宙的身份 朋友 沉浸感 随意 包括多样性 低延迟 经济和文明 它原宇宙的这八个特征 充分的能够体现在我们复杂的五行关系 所以我们讲 我们现代原宇宙的发展 它必将使我们古代的五行更加绚丽多彩 结束了吗 结束了 好的好的 谢谢 讲得太好了